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照片的主题是他与赵友廷的同框照 看到这组照片之后 网友不再关心林更新的婚事 相反 他的关注点又是到赵友廷脸上的表情 照片当中的赵友廷和女儿打视频电话 表情去到父爱满满 林更新的这一次一共晒出9张照片 从第一张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林更新是素颜出镜 他对着镜头只露出半张脸 因为脸距离镜头比较近 所以能够清楚看到林更新脸上的皮肤状态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他脸上皮肤非常细腻 看上去很简直 完全看不出他今年已经有32岁 在林更新的背后穿着黑衣 正在对着手机再打视频的男子 正是赵友廷 赵友廷选情很专注地再打视频电话 一致一旁的林更新在拍他 他也丝毫不在意 而且他打视频电话非常投入 不仅对方在讲话 而且表情也是很丰富 他撞到嘴巴似乎在逗对方开心 不用猜就知道 赵友廷打电话的人一定是他的女儿 坏满满的表情异于言表 在第三张照片当中 赵友廷干脆就是将手机放在手里 他撅起嘴巴 似乎在坐水亲吻视频当中的女儿 在这张照片当中 林更新露出了大腕张脸 他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似乎不明白 为什么赵友廷抱着手机 就是放不下来 对着视频里的女儿 又是亲吻 又是做出各种的逗趣表情 第四张照片就是太有意思了 只见赵友廷将手机拿给林更新看 似乎是在对他炫耀视频里的女儿 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眼睛都是笑成 眯成一条缝 虽然林更新在睡照的时候呢 特意将视频里的人像做了模糊处理 但仍然可以看到 赵友廷的女儿 身穿着一件黄色上衣 脖子长得肉嘟嘟的 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贝了 在对着林更新炫耀完女儿的照片之后 赵友廷脸上又是露出了 特色而满足的笑容 眼睛还特意地望向镜头 他的脸上表情臭逗趣 看上去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看来他丝毫不介意 林更新拍自己的女儿 打视频电话的照片 林更新看到赵友廷逗趣的表情之后 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 忍住不住的表情 看来啊 他是被好友这副女儿奴的样子 给乐到了 赵友廷可不管林更新 是否自在笑话他 他的注意力完全就是对 和他打视频的电话的女儿 给吸引住了 只见他又撅起嘴巴 皱起眉毛 一秒就是变成了表情包 从赵友廷这逗趣的表情当中 可以看到他的父爱满满 即便是和女儿打视频电话 他营造的仿佛 感觉就像是女儿在身边似的 在最后一张照片当中 赵友廷手里拿着手机 他抬起头 微闭着眼睛 似乎在等着女儿亲吻他似的 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 而幸福的笑容 看来啊 与女儿这次视频电话 令他非常的心满意足 心情随之也是变得非常愉快 林更新帅与赵友廷同框照 照片当中辜负于女儿打电话 他表情逗趣 父爱满满 而照片当中的林更新 几乎成为陪衬 不过他并不介意 因为赵友廷的女儿 也是他的侄女 和侄女吃醋呢 也太显得他小家子气了 要说最近娱乐圈啊 绯闻最多的小鲜肉 就不得不提到林更新 自称九一少女梦的他 前几天啊 刚和素颜女神王立坤 一同看别墅被拍 这几天就说被好线网友 扒出了和凤姐纤维人士的 爱情故事 林更新对凤姐的恃爱 始于2012年 当时凤姐在微博上 发表了关于钓鱼岛事件的看法 林更新随后转发 并且表达了对她的心上 14年前凤姐在微博 揣出一张自拍 并问大家自己和花谁美 九一少女的梦又出现了 用霸道总裁的语气告白道 我只看到了你 网友们也是纷纷转发微博 祝福两人 从内之后 林更新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凤姐宙思夜想 终于梦到了她 并且在梦想里呢 还和欣欣恋恋的人合了影 面对林更新三番五次的隔空示爱 凤姐虽然没有直接回应 但却是在不久之后表示 小时代一的演员里 不如林更新帅 后来更是直接亲密地 喊林更新为孝心 并且约她一起逛公园 可林更新确实不敢回复了 对林更新撩婉就跑的恶劣行径 吃瓜群众们可是看不惯了 纷纷at林更新 让她对凤姐负责 可是向来游戏花松的林更新 自然不和为了一朵花停留 这不前几天 就是被拍到 和女神王立坤同情同出 一起看房 一起吃饭 月初时呢 还被网友拍到 一起逛上海汽车博物馆 而且神通广大的网友 更是扒出了两个人同框博妹的头像 这就显得非常可疑了 消息曝光之后 有很多小伙伴好奇 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早在2014年 林更新和王立坤 就是共同参加过 《本跑吧》第一季寒冗的录制 也是在微博上发过 和王立坤的合照 并且称呼对方为女神 12月份 电影宣传期间 两人一同参加了 快乐大本营的录制 虽然女方后来在微博上否认了复合 但是吃光网友们 还是在心里面 为林更新的欢心尽上一笔 林更新的初恋女友叫许韶纯 据说是林更新的高中校友 也是林更新第一个真正遗伤的女朋友 据说还被带去见过林更新的奶奶和姥姥 不过妹子和林更新都是沈阳人 可能性格都是比较强硬 高中毕业日前就分手了 还有网友爆料过 林更新为她伤心痛哭过 林更新第二任女朋友叫王荣 外号闹姑 是上海富二代家底丰厚 据传两个人是大学时期的恋人 林更新是在上海念书的时候 直接住在了女友的家里 女方父母也是默认了 两个人曾经再多次在机场 酒店被拍到 更是有人爆料称 闹姑多年来帮林更新打理了很多事情 林更新与经纪公司唐人的解决官司 就是她在幕后进行协调处理的 闹姑现在的微博里还保留了林更新的痕迹 可见当时爱留多深 在2013年左右 两个人分手 林更新发了一个分手声明 随后秒山 大意就是两年前就想分手了 而闹姑在微博当中发出的声明 看着倒是很有大家风范 没有指责 没有怪罪 过去就算了 但是林更新为什么有一种 早就受够了的感觉呢 广大网友扒出来 原来这个白富美啊 曾经也是满嘴脏话的小太妹 和林更新的聊天日常 除了骂妈妈 还是骂妈妈 还有网友爆料 闹姑从来不给林更新面子 或许是因为当时林更新 还寄人篱下吧 没有反驳的底气 2013年10月 有媒体爆出 周冬雨和林更新 因为拍摄同桌的你 擦出火花 两个人数度约会 媒体还曾经拍到 林更新搂着周冬雨的照片 据说闹姑之所以和林更新分手 一部分原因了 是剧手离多 另外一部分原因 就是周冬雨这个导火座 可多情的林狗的脚步 并没有在冬雨的妹子身边 停留太久 2014年7月 有媒体爆出 林更新疑似与蒋梦杰合作了 三少爷的剑假戏真做 最后狗仔就是拍到 两个人同回酒店的照片 不过两个人当时都是极力否认谈恋爱 可是很多网友不相信 合作搭档私底下可以怎么的勾肩搭背吗 同进同出吗 而且蒋梦杰的生日呢 林更新也是到场祝福 这个位置和动作很是难人行为 在被拍到和蒋梦杰出伤入队的三个月之后 林更新的身边又有缓人了 这次被拍到的是嫩魔 陈碧格 据了解 陈碧格是有好基友王思聪介绍给林更新 二人迅速打得火热 并且发展到同居的地步 林更新还带陈碧格回家拜见父母 陈碧格乖巧懂事 善解人意 很讨林更新母亲的喜欢 只不过他们只短暂的 温存了几个月就是闹掰了 随后 网红王柳文上线 怪这两个人俩经历呢 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相信王柳文被林更新 拉过来雄吻的动图 小仙女们之前都是看过恩变了 2016年9月 全明星探拍到了林更新带 95后女演员孙一回家过夜 据悉 两个人是在拍摄楚桥传世节约的 孙一在剧中饰演陶欧业击 可是没几天 又是有狗仔拍到了 白鹿园的副导演 王瑞淮 深夜接机孙一 两人接力要多日平平会面 诗其人透露 王瑞淮在孙一拍摄白鹿园的时候 就对其照顾有加 正当三个人关系扑瘦迷离之时 狗仔又是拍到了 孙一的研究生导师张嘉义 独自来到孙一的公寓 假情旧熟的 打开门径上了楼 而且孙一读大学的时候呢 他们同年级 唯一一个宝宋的研究生 无论怎么看 所以这个小姑娘都不简单 一个看上去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小姑娘 念书时呢 就是受到了各种异性的前辈的听闲 在剧里演一个小配角 就能够和男主勾搭上 并且被带回家进家账 而林狗站在了账小姑娘手里 看起来也是情有可原 话说林哥新的寻食这么多 到今天也没个着落 还是挺心疼她的 马上就七七了 今年呢 也是她三十岁前的最后一个情人节 要不然就和思聪一起过吧 别再留恋于各种网红演员了 难道林狗没感觉 谁是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吗